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走势快要突破10万米了 我们上周说过10万米的时候 我设备送出这个Gimbal 这个Gimbal我买了回来测试 测试完几乎没有用过 所以几乎是新的 所以连胶纸都没拿出来测试 这个也是世界上最小收到最小的Gimbal 是蛮好用的 还有很多很特别的用途 可以看回我上次的测试这条影片 就知道怎样用 会送出给我们一个影友 那你怎样才可以得到呢? 我们上次已经说过 我和Gilbert 说过 其实我们想多些留言 还有希望指导一下我们 怎样去改善我们的YouTube频道 所以谁写得好 那我们几个就研究 谁写得最好 那我们将奖品奖给他 所以可能还有两三个礼拜才送出 因为譬如我们这条影片出门 可能已经过了十万的了 可能已经过了十万米的了 那就看多两三个礼拜 那可能不止这个 那譬如信师傅回来 Gilbert Sir他们 看看他们有什么好事 我们就逼他们送出来 所以呢 我们就希望大家 踊跃一点发言 好了 那说回今天的话题 今天 谁先说 你先说 我先说 好了 今天我有两样东西 虽然没有什么新机 新机差不多说完 不过 Sony 有一支新镜 是挺值得说的 20mm Y镜 20mm 1.8 20mm 1.8G 有什么稿说呢 普通镜 但是很奇怪的 因为他推出这支镜 其实他之前有一支 24mm 1.4G Master 即贵东西又大车那些 但是他现在推出了这支 20mm 1.8G 好处呢 我觉得就是三百多克 67mm的大面下 即是小镜 很方便 由头到尾 就算我和师傅都经常说 其实 无反 最好是什么呢 最好是小 很方便 小和轻 但是Sony 又出了一些 G Master 牛腩大支 是的 支支都1.2kg 又粗粗 其实是违反了 这个无反 很圆意 很圆意 和那个优势 没有了 是的 没有了 但是他出了这支 67mm 大面下 300多克 21.8G 我觉得是真的有好处 还有他最近距离 对焦是18cm 19cm 也很近 很近的 放大率 也有0.22x 虽然不是MACO镜 但是放到这么大 放到这么近 去对焦 它也有1.8光圈 有少少散景 也可以拍得很幽默 挺有趣的一支镜 比如我们很喜欢拍一些食物 专业之类 都是很可爱的一支镜 我觉得值得介绍一下 以前我们玩单反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 都是很喜欢拿着这支20mm 来拍摄人 拍摄家的景 为什么呢 20mm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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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夸张度 很夸的 比24mm 就强很多 24mm 28mm 那时候阿信师傅拍摄女像 就很喜欢用一支20mm 可以摆在前面 是一个不错的 当然有些人就说 如果我拍摄的 可能不够幽默的 虽然它有1.8光圈 比那些2.8光圈 但是就好像有少少不够幽默的 但是看你 看你 什么构图 什么构图 有些地方是ok的 ok的 10都拍到 但当然了 他们拍摄的那些人 是有多幽默的 所以 当然 当然 它也是几千元的镜子 不同的G-Master G-G過曼的 没有办法的 没有两全其美的 这个就是今天 一支新镜介绍 另外一件事 我想介绍的就是 现在疫情严重 我们已经 差不多全球封关了 没有得去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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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摄影 已经没有了 但是呢 最近呢 香港呢 很多人外游 不是 很多人在郊野那里 那里游玩 我们在Facebook 也看到呢 很多人 拍了很多白露照 白露求偶的照 以前就是在南昌才拍摄的 这些 看到吗 看到 这几天差不多 在Facebook 这些白露求偶 才会这样散开 这些白露求偶 其实也是一个 很有趣的摄影 以前我们真的要 回大陆去南昌 去那些地方 才拍摄 但是呢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气候的关系 很多白露 飞了来大埔 不是 那里有 一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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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过以前呢 不知道是否那些人 没有发觉 他有这样的行为 或者 这段时间 他已经飞走了 是的 没错 他一向都会来过冬 那今天呢 Andy Sir 就会把地图 和那个什么 讲给大家 已经很多人了 但问题是 其实呢 他那种求偶 的时间 其实是长的 长的 因为我们去南昌拍的几年 都知 有两个礼拜 左右 就是求偶 那求偶呢 求偶呢 就你看到他打架 石石 吱吱吱 吱吱吱吱 和那些饲起很靓 这样 即是那些从熊 吸引异性 那种 有两个礼拜 接着就捉巢了 接着就生蛋了 所以有整个五六个礼拜 因为最后那些B出生的时候 有东西也有东西 那要讲讲器材 用什么器材好呢? 那器材当然要谈话啦 因为其实呢 讲回地点先 其实就在大埔的港幅道那里 在港幅球场和拿威国际学校的对面 其实就是在运头堂街对面 运头堂街对面 那个嵺子就在运头堂街的路口 那个山仔那里 那你要在那边走上小棋高点 记不记得有一年 曾经说食环柱去剪那些树 剪到那些 死掉掉下街就是那个位置 那里是近至大埔警署的 没错啦 没错啦 就是那个位置 那如果大家想拍的 就要去到港幅道 就站在拿威国际学校那边 就是站在对面马路 站在对面马路 找个高位 就可以拍过去 当然啦 周哥说得对了 你没理由拿七十二八去的 不行啊 两条行车线 两条行车线 两边都是两条行车线 再加两边都是行人通道 所以呢 也都是 譬如三百至六百都可以的 那三百最好 那三百会多拍很多景 那一只小伙子 我给个意见 我给个意见 Canon的七仔 七仔 第二代呢 那 如果你拍一支 一百四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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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够不够 这样加你那个光圈 不是 其实都是八光圈 不是 那一只是七来的 不是 不是 你那一只一百四百 是四百五至六百三 是 不会加光圈 你不加光圈 你不加一百四 不要加一百四 不加一百四 六百四应该够了 他只是用七 七仔 七仔或者七仔二 对 正如我如果拍摄 我都会用D500 是 就是D500 200 500 那一段就变了七百 一百多 是够好够了 那其实你六百 你那一只二百五百 是多大光圈 5.6 5.6 差不多 5.6 我就建议别人 就是什么呢 拿些三百四 三百四光圈 就用D7D2 再加1.4 都是5.6 都可以 那成像漂亮 你只有一百四百 是的 又轻 他新一代的一百四百 舊那一代是三百 第二代是可以的 两样都可以的 两样都可以的 甚至乎现在 一些便宜的 Sigma 150 一五零六百 腾龙的一五零六百 都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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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不可以拿过 拿过什么 拿过布护 frame 机去 那些拍到一六百 没错 不需要成1.4 所以 所以 其实有五六百 是可以的 那些时间 什么时间 其实没有分别 如果你去拍摄 就知道 因为 为什么呢 它其实是轻轻光的 又不是很逆光 两边都不逆光 所以 是差不多时间 早上 和下午 都是差不多 比如你早上 就是九点十点 这些时间 下午三四点 当然你不要低光 就是已经日落的时间 那这个就不行了 但是 下午也可以 早上也可以 嗯 但是 就 不像 我们在南昌 有 这个 太阳落山的曳光 因为它的位置 没有 不是日落 所以 只得普通的东西 但是 譬如 如果没有拍过的 这些白露交配 这个白露生蛋 这些很好玩的 大家可以去玩一下 不用山、长、水、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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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只要去大埔就能拍到 对 那就 可以大家去玩一下 好了 我建议 如果没有大炮的人 我多给一个为止 给大家去玩一下 当然没有那么漂亮的白露 这个地方 也是两三别人的 路程远一点 去大澳 大澳釜山 一直拍日落 在这个时间 刚好 太阳就在大澳釜山的观景台 就在那里跌下来 跌下来的时候 你如果找到一个好位置 还可以拍到这个 港珠澳大橋 很漂亮 在这个时间 再过两三个月 太阳又偏了去其他地方 冬天更加不适合 这个时间是最适合 一路到 应该去到七月左右 大澳釜山日落 应该有一个挺漂亮的位置 现在大家都这么有空 我先讲讲路程给大家 大家去到大澳街市 我有一张图给大家看一下 在大澳街市那里有一条路 你找到一条街名叫石仔布街 很简单 找到他之后 你找不到就问一问人 在大澳街市 每个卖东西的人都会知道怎么走 一路走 一路沿着这条街 走到一个少林武术文化中心 到这个位置 门口那里 旁边有一条上山的路 甘不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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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才告诉你 哈哈哈 最重要是甘不甘的 那里的入口 就写明说 釜山观景台 你照着那里上就可以了 没有分岔路 一条路上 一条路直上 石级 接着一条回冲路 石级 一条回冲路 那不是很甘的 那我这么大延期都能上去 你一定可以 你幼生 一路去到最后的观景台 上多久呢? 五分钟 不行 五分钟不行 对 他说不甘吧 那我就 走 我想 我的速度是要半斤的 如果你是年轻人 二十分钟 好 可以的了 你慢慢走 舒舒服 因为沿途你也可以拍一些自拍照 左右的风光 港珠澳大桥 和大澳的观景 都能拍到的 所以你会耽误很多时间在这里 早点去 走着街 走着山 吸着新鲜空气 沿路又不算人多 这个位置 因为远 但是它入落真的很漂亮 那么去到观景台呢 那个正式的拍摄点呢 就不是观景台来的 要过了观景台 过了就只要走 二三八公尺左右 那就转回来 拍摄 那个观景台 那个日落就在那里掉下来了 哦 有图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 今次去的时候呢 我们主打不是去拍摄 这个虎山观景台 我后来就去了墳场拍日落 所以呢 我这一次就没有日落给大家 啊 不过呢 在整天的过程来说呢 去大澳 买咸蝦 吃点东西啊 娱乐一下一天啊 拍个日落照回来啊 那就挺开心的 应该 不过有一样东西要大家 提提大家的 那么 拍完日落呢 就要急急脚 沿路回来了 因为 那时候是晚上的了 晚上难走 那么 夜路难走 都不算难走的 起码带个电筒 有电筒就可以了 OK的 不难走的 那大澳 都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都有巴士出去 有 有巴士开到很晚的 在到11点的 不用担心这件事情 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啊 吃完饭就可以了 我也会再去一次 我下一次一定要去拍这个日落 如果大家想去的 可以联络我 在留言里 告诉我 好吗 好 OK 好了 到我了 Gilbert 我呢 通常呢 我一般都是关于 Angie Sir就讲器材 宋师傅就讲一些最新的玩具 我通常都会讲我拍花花的东西 那拍花花的东西呢 技术方面呢 我就不会在这里分享的 嗯 只不过呢 就讲一些周边的东西 通常呢 上一次就是 讲了Body 也介绍过一两支镜头 是 继续啦 这次都是讲镜头了 那拍花呢 通常呢 都是想找一些镜头 除了焦距长之外 都想找一些镜头 散景的漂亮 是 散景的漂亮 就是做到那个背景的叻 是 就是那个云化 觉得来就特别啦 有些吸引力啦 不是单单 只看着前面那几朵花 那就是 你前面那几朵花 那几朵花 那几漂亮 都是 都是什么 你一定要有其他的衬托 OK 那当然啦 以散景漂亮 就是离不开一些旧镜的啦 嗯 旧镜呢 好像这一支 这一支叫做Kinotix 通常那些人叫做K仔 那旧镜呢 那旧镜呢 当然它散景一定漂亮 因为它 就是以前的玻璃呢 那它的coating是有些 其实是禁了的 有些有害的化学物质 那做了一些那些效果呢 你现在的电子镜呢 第一 现在的电子镜 就像十居其九都不是很漂亮的玻璃 对不对 那其他第二个coating 第二呢 你现在那些 就很多时候都有一些什么 那些什么 那些山色片 矫色片 那形成了那个 反射和浙光呢 就没有那些旧镜那么漂亮的 那好了 但是这些旧镜呢 我说说 现在数起来的 Kennotic也算是 又不算太贵 又不算很便宜 就是中庸 但是说起码 都起码 两三万一支 那不是说 每个都会花这些钱 除了Kennotic 当然还有很多 很出名的旧镜 那些各有特色的 每一支镜它都会 有不同的效果 散景效果 有些是转 有些是起圈 有些是化 有些是油彩 就是各样 那当然了 你有时呢 去看毛根sir 那些改镜 它就会改到 那样的效果 那些就是 我说就是没有改过镜 一支原厂 原装回来的镜 那当然了 每个人的外号不同 那你说 如果你说 都要买两三万 那不是说 一般人都会 浪费这些钱去买 就算有钱都不会 那所以呢 我退而施其次呢 我很多时都会去找一些 抵玩的镜 所以它又被我找到一支 这一支镜呢 它是定焦镜来的 这支镜呢 它是定焦镜来的 它是四光圈 但是它的散景就很漂亮的 嗯 它的散景呢 它可以呢 我觉得它的散景呢 是比这支万能达的 嗯 那因为 之后我会有一张照片给大家看 那它这支镜呢 最主要最可爱 很便宜 嗯 如果在eBay上面 一般的 都是一千元 千松一点 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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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松一点 那它这支 八五元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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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很浪费的了 一百元美金 那有就要納购了 一百元美金 一千也不够 那你要加一些其他东西 它因为这支是六四五镜来的 那你要加个阿扎塔 加个阿扎塔 要加两个水 那两个水 那还有呢 我们想增加的气氛呢 就会找些师傅呢 就改了个波波在里的 那这支还没改的 那这支是米米亚来的 那这支是米米亚来的 那改波波就增加了个背景的气氛 有少少圈你会起 那整张照呢 除了那个魂化效果的波波出来呢 它最主要呢 它是由四光圈 去到三十二光圈 但如果你改了波波之后呢 它就遮了大部份的光圈 因为那个圆圈是实施的 有两三个 只有八 都有两三个 只有两个 四到五个都可以用 八就稍微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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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八就留在一条很小的了 那但是其实 玩我们这些玩散景 都不会玩小光圆 都不会玩散景小光圆的啦 这样变了呢 两个光圆就很足够的 那它呢 虚得有实 嗯 实得有虚 那出来的意境呢 是非常的正 这一支镜呢 是我一个摄影的朋友呢 他推介给我的 那我自己 买了回来 我试过 拍过 我觉得值得推介给各位朋友 这支不算太重呢 不重 请问问 最多就是 就是 900克以上 啊 这支 手持也可以 手持也可以 它是多少mm 210 210 就是200 200mm 4光圆 但是它是中幅镜 中幅镜 那对焦距离 有没有出现 对焦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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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一定会拍到相比是很接近的 对焦距离 就是这些价值 是 你带到一支 这些 又得到一些 特别的享受 特别的效果 对焦距离 对焦距离 没错 都要买这么贵的镜子 因为其实很多很低的镜子 因为它有些效果在后面 就变成一个很古怪的镜子 它其实就是什么呢 那些越是有问题的镜子 对 那些镜子是你越觉得有趣的 有问题的 因为奇怪 你没看过 说真的那支曼林达那支250 那支反射镜 其实它出来是什么呢 它出来是那时候的厂家 它打算出一支 在以前的非典时代 如果你用250mm一支镜子 你想想用5.6光镜子 你想想多大支 那是多不方便 那当时的厂家就打算出这支镜子 是代替了这么重的镜子 是给人拍一些生态 比如拍摄影像 谁知道这支镜子出来 就不是用来拍摄影像 拍摄影像是不可以数毛的 但是就是適合我们这些 就是因为他有那个Bug 就是喜欢他这些Bug 就是这样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兴趣 自己上去eBay投吧 不过我这样告诉你 你就是我的competitor 哈哈哈 就是这样 那你入了多少支 这些Bug 我现在应该数数买买 应该头头尾尾尾 这个是一公道的 找他师傅两个水 加这个Bug 两个凉水 收他一千三百多元 就是那么多 就是几头数收他 就是那么多 那有没有一剩啊 呃 现在还没有啊 你要吗 那你没理由不如猪给我的嘛 哈哈 遲些先啦 好吧 今天分享到这么多了 那再下一次再和大家见面 是的 下一次再 记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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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集开始留言 记得留言 记得留言 给我们一些好的comment 记得赞 提依我们 是的 让我们以后的做得更加精力求精啦 那就 希望 我们找到一个真真正正 对我们好的人 那我们就送这个Bug出去 好吗 下个星期再见